嘿 大家好 我是啾啾鞋 螢幕保護程式 其實小時候我聽到這個名詞 一直以為是為了保護使用者的隱私 在使用者離開的時候 不讓其他人看到他開了什麼東西而做出來的 但後來才知道他一開始的目的 真的是為了要保護螢幕本身的喔 因為以前那種CRT 音像管的螢幕 如果常見都顯示同樣的畫面的話 就很容易產生烙印的問題 所以一開始的螢幕保護程式 其實是單純的顯示黑畫面而已 但後來為了防止使用者 誤以為電腦壞掉了 才能變成改用一些動態的畫面 來做螢幕保護程式 其中最經典的魔鬼 是Windows的3D迷宮跟3D水管啦 那你有沒有好奇過 那個迷宮它是怎麼產生出來的呢 其實它是用一種叫做 克魯斯克爾演算法的方式來生成的喔 它的原理很簡單 首先畫出一個12x12的方格圖 每一格我們給它各自的編號 接著我們就開始隨機的把牆壁給打掉 當兩格融為一體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改成同一個編號 那重複這樣的動作一直到所有格子都打通為止 也就是說 整張地圖其實都是同一格的時候 迷宮就算完成啦 接著呢它會選擇地圖上左邊的某一格當作起點 而與它相對的右邊其中一格當作終點 這樣子可以確保說我們中間一定要穿越整張地圖 才不會太早結束嘛 但它後來還會再做一次旋轉啦 所以以你的視角來看呢 起點可能就不是在左邊喔 然後就是實際要來走迷宮了嘛 這裡它用的是一種保證可以走出迷宮的方法 它會隨機呢選擇左邊或右邊 然後就永遠貼著那一面牆在走 你就想像說你在走迷宮的時候啊 你的右手永遠貼著牆面 或左手永遠貼著牆面 雖然說這樣子走不是最快的方法 但至少可以確保 在這種簡單迷宮裡面一定可以走得出來 另外呢它其實還有提供讓使用者切換貼圖材質的功能喔 你可以選擇它內建的幾種不同的風格 或是也可以用自己喜歡的貼圖材質 例如說換成minecraft的風格就還蠻適合的喔 那我把它下載連結放在下方資訊欄裡面 可以去載來看看啦 那小時候啊 我在看這個3D迷宮的螢幕保護程式的時候呢 都幻想說它是真的可以操控的遊戲喔 因為那個時候的3D遊戲還很少 所以那樣子的畫面呢 在當年就算是非常不錯的 而且又是第一人稱的感覺嘛 後來還真的有人把它做成遊戲了喔 遊戲名稱叫做 Screensaver Subterfuge 這次裡面真的可以操縱主角在迷宮裡面走動 還可以發射武器喔 這遊戲總共有三關啦 那最後結局呢 我就不報雷了喔 大家自己去資訊欄載載一點載來玩吧 另一個也是很經典的3D水管的螢幕保護程式呢 其實裡面有兩個小彩蛋喔 第一個彩蛋就是這個拐杖堂的顏色 要讓水管變成拐杖堂其實很簡單 只要點螢幕保護程式裡面的3D pipes 然後點設定 接著選Surface Style 然後呢再點選Texture 接著按OK 這樣就變成拐杖堂的貼圖材質喔 當然也可以自訂成喜歡的貼圖材質 例如說國外往往就做這個 聖誕節的拐杖堂材質就還蠻好看的 連結一樣在下方資訊欄 還有另外一個特別有趣的彩蛋就是 在水管的轉彎處呢 有一定的機率會出現一個 茶壺 沒錯真的是一個茶壺在那邊 有莫名的一種喜感啦 這茶壺其實叫做 猶他茶壺 它其實是電腦繪圖界裡面最有名的一個參照物喔 就你像是你在學寫神器的時候嘛 第一個不都會寫一個Hello World嗎 那猶他茶壺呢就是 電腦繪圖界裡面最經典的一個物件啦 在許多的經典動畫電影 比如說玩具轉動圈裡面 都曾經出現過它的聲音 在3D水管跟保護程式裡面呢 只要你在設定裡 把Joint Type 也就是水管的轉折處把它改成Mixed 然後呢慢慢的等待 就有可能出現這個 傳說中的茶壺喔 不過呢根據這個軟體的原始碼 這個茶壺出現的機率是 一千分之一 所以如果要看到它 真的要有點耐心啊 當然隨著螢幕技術的進步 烙印的情況也幾乎不會再發生了 那螢幕保護程式呢漸漸變成一種 美觀或者是保護使用者隱私的工具 而喪失它原本這個功能 那微軟現在也推薦大家 盡量使用 鎖定畫面式的功能 而不是螢幕保護程式 因為呢你要美觀和保護使用者隱私 其實前者是做得到啦 他們呢在2017年也宣布 把螢幕保護程式呢列為 即將被棄用的功能之一 其實到現在都還能用啦 但未來不保證哪一次更新 就不會再有螢幕保護程式囉 所以或許哪天 連這個名詞都會變成 時代的眼淚喔 OK那以上就是這次介紹的 螢幕保護程式啦 所有相關的連結都放在下方資訊欄裡面 也可以自己去看看啦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 鈴鐺 跟螢幕專頁 然後也別忘了囉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clients backstage enhancing